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来到了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津杰的竞选总部 在林津杰的二姐指导下学做祖传的花生堂 他就说过去当市长时林津杰的问证是有目共睹 希望大家能节级力量将他送进立法院 为新北市争取经费致力于地方建设 代表我们大家要来参与立法委员 就是要在中央为了我们的营党 我们市政府所有的建设和市民所有的共同五毛来参与立法委员 所以他的责任重大责任重大 我是拜托大家一定要最后的关系 一定要让林津杰动算 林津杰动算就是大家动算 林津杰动算就是侯友宜朱立伦动算 林津杰表示土清区有24万的人口 却没有大型的医院 以前要跑大老远去板桥的亚东医院 或是三峡的恩主公医院 但现在土城医院快完工了 明年三月即将开幕 没有朱市长的努力就没有土城医院 林津杰也在议会多次向朱市长要求要加入赶工 让土城医院早一点为乡亲服务 没有朱立伦市长就没有土城医院 在金津杰当选的那一年 那么朱立伦市长就马上动工来新建 那么我也在议会 那么多次向我们的这个市长 那么提出能够加速赶工 让土城的医院能够早日完成 来照顾我们的健康 朱立伦制作花生堂食还打趣的说 林津杰与乡亲吃到他今天所做的花生堂 一定会好事会花生哦 用这句台湾国语 也来行销国民党所提名的总统立委参选人 只要国民党执政国会席次过半 台湾就一定好事会花生 让人民过好日子 制作花生堂中总有个收尾的动作 就是将整片的花生堂翻面 这时候林津杰大喊翻转台湾 朱立伦也分送大家所做的成果 祝福众人吃的都能好事花生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朝报道 让台湾 让台湾